大家好 這裡是科學剪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字幕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 跟剪頭髮有關的小動作 那就是怎麼樣把頭髮梳好 梳髮片跟磁髮片 這是一直我們每一次有學員來上課 都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情 剪髮梳就是我們在梳髮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一般來說它有分成是寬的跟密的 那我們在上一個單元裡面有提到 就是我們會用寬的這個部分做分線的動作 用密的這個地方去梳髮片的動作 但是我們有的時候會因為 髮流比較強烈 我們希望比較自然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寬的部分 那如果正常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密的時候去梳我們的頭髮 那既然我們會用剪髮梳的 寬的跟密的去決定我們 怎麼樣去控制我們的 頭髮的這個強硬度的一個狀況之外呢 我們在梳起來的時候呢 這邊其實一直以來都有一個誤區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過去在學習剪頭髮的時候 有很多過去的老師 在教我們剪頭髮的時候會這樣子 梳出來的時候會拉得很緊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應該是梳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透過這個剪髮梳的這個密尺或寬尺 去控制我們的張力 也就是我們的力度 那拉出來之後呢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剪的位置 是在差不多位置的時候 我們的手指是輕輕的幹嘛 靠上去而已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是用密的梳 或用寬的梳 可是我們手都拉得很緊 那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會用剪髮梳的這個密尺或寬尺 去控制我們的力度 張力對於整個剪髮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地方是體現會最明顯的 那就是在頭髮在自然垂落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不會看到你剛剪完的頭髮會有刀痕 一般會有刀痕的髮片 通常都是你在拉頭髮的時候拉得很緊 你彈回去的時候通常它很容易產生出刀痕的狀況 輸出來之後呢 手指只是輕輕的靠上去 那在這個地方一定要跟同學們分享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們在拿起這個髮片的時候呢 我們有分正手跟反手 但這個地方我要特別特別強調就是 每一次上課都會有發生的這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在持髮片的時候它會變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手這個地方會彎曲 尤其是在反手的這個部分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地方會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請注意盡可能我們的手背跟我們的手指 是形成90度直角的一個狀況 因為你這樣拿的時候你會保證你的手腕是完全平的 這個是關節 關節本身就可以去做大幅度的角度移動 例如說你要不同的角度 可是這個地方手腕 手腕是很容易受傷的 尤其我們過去之前我們講到拿剪刀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拿剪刀很多人都是手腕會凹進去 那我們持髮片也是一樣 盡可能都是正的 所以例如說我們在持這樣的髮片的時候 這邊盡可能都是正的 約莫90度角的一個角度上面 在持所有的髮片的 OK 然後我們確定好之後 輸出來之後手指是幹嘛 輕輕的靠上去之後再繼續做檢查 當我們在做髮片剪裁的時候 第一個髮片我們剪完之後呢 我們不要急著將第一個髮片的手指給放開 你可以先輸第二個髮片的這個輸法動作 接近的時候再將第一個髮片的手指放開 去銜接到第二個髮片的手指 角度會比較一致 比較不會忽高忽低的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螢幕上面所看到的這樣 雖然好像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這些小細節 延伸出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所以如果你對減法有興趣 記得鎖定科學減法實驗室這個頻道 因為我們會不斷的不斷的 把很多正確的知識分享給大家喔 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子淵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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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